新北市领头警分局日前破获了诈骗集团机房 集团主席是两对情侣党 他们在IG或是脸书搭讪被害人 况称投资特定的股票有高获利 要被害人汇款进加密货币钱包APP 为了取信被害人 他们还会篡改后台的数据 营造股票上涨的假象 总计有上百人受害 而诈骗集团原本预计在明年2月要卷款落跑 没有想到早一步被警方破获了 诈骗集团藏身的高级民宅 原警撬开了一楼大门后 立刻冲了上去 尽管攻坚时间是在大中午 但是集团成员丝毫没有察觉 还在呼呼大睡 先在二楼抓到了一对情侣党 再往上爬到了三楼 再抓另外一对情侣党主贤 这下四人通通被压制 原来他们从事了假交友真诈骗 准备仰套杀被害人 但还在仰的阶段 就早一步被警方破获 邻居也早就惊觉有异状 而原警也早早就锁定他们 这个诈骗机房藏身在新北市卢州区 成员盗用震眉罩在网路上搭讪被害人 等被害人放下接薪后 就谎成有特定的股票可以投资获利 要被害人汇款到加密货币钱包APP 他们甚至串改了数据 营造了假获利取信被害人 原本打算明年二月卷款走人 没想到警方先找上门 假投资诈骗以假交友的方式 用养套杀模式 创列被害人 初步人数上达百位 招诈的金额又数百万 大多受害人仍然以为自己投资获利 因此警方目前尚未接获报案 也将根据现有的资讯联系被害民众 告诉他们投资美梦的真相 只是诈骗集团编织的白日梦 记者成长林秉舟新北市报导